準備上船了 天氣好差 天空好黑 而且這裡跟芭樂旺超級像 上次是芭樂旺颱風 然後現在天空那麼黑 期待嗎 上船了 所以我們這兩邊要住在那裡頭上 是哪一艘啊 是比較高級的那種 你不是說我們買的是便宜貨嗎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準備搭小船 去坐搭船 要在船上住一天 所以是兩邊夜都會在船上 在小船上看向外面 天還真的是有夠黑的 而且還時不時就打雷 雖然天氣不怎麼給力 但是上船之後看到窗外的山景 還是忍不住小讚嘆了一下 而且煙雨萌萌的海面 有種讓人置身片場的電影感 第一次在船上過夜還是覺得蠻新奇的 雖然房間不大但還算乾淨 重點是每一間房間都有一片超大的玻璃窗 外面的山景看得清清楚楚 放完行李之後 上船的第一個行程就是 鮮吃起來 那在船上用餐感覺怎麼樣 有很奢華的感覺 跟辣妹坐在一起 還有我有點小羞射 真的假的 需要靠北 來自台中大理區的彥廷 以及來自台北信義區的Steve 船上的餐點大致上還算不錯 熱湯蔬菜蛋豆魚肉類各種都到齊了 這只有喝的部分是需要額外加點付費的 雨天 在船上來一杯越南在地的啤酒鴨鴨精 希望等等下午的行程 雨勢不要太大 第一天下午的行程是驚奇洞跟英雄島 你不要小看這有一點點俗氣的名字喔 驚奇洞確實是會讓你感覺到很驚奇 在看過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中乳石洞 北越下龍灣的驚奇洞真的算是非常的壯觀 而且裡面動線規劃得很完整 又有很多對外的洞孔 不像在很多其他國家的中乳石洞裡 會讓你覺得空氣很悶 不同造型的石灰岩 還被當地人賦予不同的名字 像是一柱晴天啊還有龍啊 象跟烏龜等等 都很需要發揮想像力 看不出來沒關係 只要你懂得欣賞大自然的藝術就可以 畢竟這可是2012年被世界遺產協會認可的 世界十大最美麗洞穴之一 沿途步行的過程中都還是下著雨 如果是大晴天的話 我想沿途的這些山應該會超級美的吧 這裡是T-TOP 英雄島 那這裡要幹嘛 來這裡的最高峰 我只知道T-TOP 我只知道T-TOP T-TOP OK 我們要攻頂喔 準備好了嗎各位朋友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今天是下午16點16分 看我們登上T-TOP 不知道多久時間 以平日來說我覺得人潮算蠻多的 我們輕輕鬆鬆準備攻頂了 現在時間是下午16點19分 只過了三分鐘就攻頂了 這樣算什麼英雄啊 我以為已經到了 我們三分鐘就爬了一半 不錯吧 會是爬過各種山的人 我控制你們的速度是不是OK 那這邊再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地上有點濕滑 不然其實爬起來還算是蠻友善的 爬著爬著 雨也慢慢停了 高度爬得越高 身後的下龍灣也就看得越清楚 即將抵達目的地 現在時間是下午16點25分 10分鐘好不好 輕輕鬆鬆簡簡單單 絲毫不喘 非常非常值得 Yeah 攻頂成功 太美了 傍晚回到船上的時候 感覺天空變乾淨了 從房間窗外看出去還蠻靜密的 在船上 你幾乎不會有任何搖晃的感覺 而且房間裡的窗戶還可以打開喔 我覺得我們運氣算蠻好的啦 因為搭船的時候雨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超暴雨的 但是我們真的在走這些行程的時候 其實雨很小 整體呢還蠻涼爽的 在這個房間的窗戶外面 就可以看到很美的這個山景 晚餐前在船上還有在地的美食烹飪客 以及根本釣不到任何東西的海釣鱿魚 第二天早上醒來 窗戶看出去的景色相當的令人雀躍 終於讓我們在第二天的重點行程等到陽光露臨了 我們這一艘船的導遊非常的專業 大部分的郵輪都會停靠在比較靠近山邊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一艘算是直接的停在山群的正中間 所以你從任何一個角度拍攝都很美 趁著陽光還在 趕快出發下龍灣去滑皮滑艇吧 你不是很會嗎 好 那我們來比賽喔 輸我怎樣 翹到去海裡 我可以 我可以啊 好 這個 是我的這個戰友好不好 Steve 這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Fred 還有這個 哇這衝他呢 電影 有沒有 一開始就先輸了 不想的預兆好不好 Panel balance You know why 欸牛不敢先跑啊 欸小心小心小心 欸他們感覺很不順欸 我這個躲在前面 小心 OK 這個有點危險 欸欸欸欸 旁邊的在干擾 這會不會變成只有你滑 有機率很高喔 哇好像很不錯耶 這裡很可以耶 哇很棒耶 這個景象就彷彿你從洞穴滑進去之後 就能抵達另一個世界一樣 可惜進了洞穴之後 並不會見到你最想見的人 你也依然是你 在你身邊的依然是一群 不知道在做三小朋友的朋友 我的戰友很努力的在划船 很讚 算蠻值得的欸 我覺得3000塊好便宜喔 對啊 兩天一夜超早的 兩天一夜包吃包住欸 還有三餐 而且不會難吃 不會難吃啊 早餐也很好吃 預想的好很多 沒錯沒錯 所以不用花什麼大錢 住很高級的船 我覺得這樣已經夠了 那你對於第一天看到鮑魚 有什麼想法嗎 以為要來第二次的這樣 結果我覺得不用來第二次欸 因為今天能見度很高 而且這樣不會太熱 你也不用擦防曬 就蠻涼爽的 雖然黏黏的 黏黏的 會嗎 完全不會流汗欸 可能是我在滑 感覺到心聲不滿喔 無論是坐在皮艇還是郵輪上 看向下龍灣跟平靜的海面 像著遠在台灣上著班的家人朋友 我感覺自己無比的幸福 再見了 幸好可以不用再來第二次的 下龍灣 沒有你們沒有探出頭來啊 我看不到人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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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性感很性感 下龍灣 然後再錄下來 要發明最寫的 小禮物 我們可以用來